6月8日凌晨,NASY的科学家们宣布了一个重大新闻,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发现了有机物存在的切实证据,加热分析的物质存在碳、硫、氢、氢的元素,也可能有氮可养。 这基本就是简单蛋白质胎基酸的组成,而且长期观测也做出了火星地表甲烷的周期性变化,这意味着火星土壤中含有产生甲烷的条件。 无论这些有机物来自何处,都是人类探测火星以来的重大发现。 1.好奇号虽然已贵到25亿美元,是人类最渐进的火星探测器,但它探测有机物的能力很有限,一方面最多只能打动到5厘米左右,另一方面只能靠烧完之后光谱分析元素。 2.如果它都能发现有机物,基本意味着有机物可能广泛存在。 3.火星没有磁场和大气的壁库,几乎真空,地表和土壤限层,受到太阳和宇宙设限的疯狂轰击,有机物很难保存。 2.好奇号这样都能发现有机物,能说明深层土壤中可能富含更多。 3.深层土壤也许成为特殊生命,或古老生命的地步。 4.人类对火星探测进行了近60年,发了60多个探测器,成功率近一半左右,终于有了关于火星可能存在生命的重大发现。 5.那么人类已经发现有大量液态水存在的太阳系内卫星,例如木星系统内的木卫二、木卫三、木卫四和木卫六,土星系统内的土卫二和土卫六,都有可能存在生命。 5.它们有些水含量比整个地球都要多,且有来自潮汐引力的能量。 5.这次发现,最近行中的美国火星,2020,欧空局Examers-2,俄罗斯福波斯图让号,中国新一次火星探测,印度,曼加利安-2,都是重大利好。 5.人类探测火星必须有26个月的时间窗口,今年的5月是一次窗口,全世界只有洞察号火星车前往。 5.而2020年,火星将非常繁忙,这次发现将有力回答一个简单的逻辑,地球在宇宙中是唯一能跃越生命的星球吗? 5.答案是,不是。如果我们是由地球生物演化而来的,那么最早的地球生物来自哪里? 5.而未来我们这种地球生物真的会永远停留在地球这颗极其不显眼的行星上吗? 5.人类在宇宙中孤独吗? 5.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